哈囉,大家好,我是Ru-chan Wu-chan 謝謝大家今天也看我們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是我跟文當去日本 岐富縣的飛陀高山三天兩夜的Vlog Yay! 飛陀高山的位置在差不多日本列島的正中央 我們從東京車站先乘坐新幹線到名古屋站之後 再轉車,最後到達高山站 時間差不多是四個小時半 那建議大家可以先買一些食物 還有準備很多音樂 邊看風景邊享受,時間一下就會過去了 那一到高山車站我們就可以看到 車站內有很多學生畫的歡迎畫作 超級可愛 看到都覺得自己有被歡迎的感覺 非常開心 那請大家跟著影片 和我們一起體驗這美好的三天兩夜之旅吧 那現在我跟文當來到今天的第一站是 一華和服店 夏天的浴衣穿著 古老街浴衣穿著 超級開心的 Ru-chan,浴衣穿著 而且這個古老街浴衣穿著 沒了很健康的 また他會唱和服店 真的是 那邊走 穿著 我們文當的浴衣 咦? 好好看喔 超級好 很適合耶 我們當 哇 瑠莉莉的浴衣很漂亮耶 超級可愛的 跟後面 後面超級可愛的 這個後面的黑色紙也很喜歡 我很喜歡黑色跟紅色 然後他們那家御嬰的設計感都很多 就比較不像一般藍色黃色 那麼鮮豔的顏色 我覺得他們是比較有設計感的 我們兩個的御嬰是特地搭一套的 這樣我們兩個就是一組的感覺 很可愛 文當配合我 謝謝 這裡的古城鎖 400年前的江戸時代的紅色紙也有 有很多床鎖啊 真的嗎? 這個古城鎖很適合耶 很好看喔 文當 天啊 已經很久沒有穿 浴衣和文當都在街上了 有很多床鎖都穿不穿 這樣鎖都穿不穿不穿 這樣鎖都穿不穿不穿 河從河流流流的水 通過濃度的水 就變得涼快 有很多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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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我都聞到柚子的香氣了 好香喔 超級飲品 好吃喔 好好喝喔 有很多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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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夏日祭典的感覺 這裡好適合約會喔 這樣鎖的話 可以每天都可以 哇 文當的寓意好好看喔 真的 漂亮喔 有很多床鎖 大家如果來這裡 一定要穿雨衣 真的拍照 拍影片都超漂亮的 波光零零 好漂亮 好美喔 好久沒有這種約會的感覺 好可愛喔 真的嗎 很棒喔 謝謝 謝謝 好吃 米嵐蛋糕 是很甜的 但它是醬油的基礎 它沒有醬油 但它是醬油的感覺 很美味 它吃起來有點像旺旺先輩耶 而且因為它有口的關係 外面吃起來是脆脆的 然後裡面又是很軟的麻糬 好好吃喔 我們現在下巴士 要去我們今天住的溫泉旅館 這裡的空氣好新鮮喔 啊 空氣很漂亮 你看看 綠色很漂亮喔 我們換完浴衣了 他們這個溫泉旅館的浴衣跟一般比較不一樣 我來講的是他們下面是褲子 但是我覺得他們設計的很可愛是這個肩膀的部分 尤其是男生穿 看起來蠻有那種古代的觀的感覺 在吃晚餐之前跟大家講一下我們今天這個房間真的超漂亮 可能因為是腳步的關係 它房間很大 有陽色床又有核式的榻榻米 可以滿足兩種想要住的人 而且我覺得他們這個飯店很多地方都有那種日式的小貼心 像是剛才在核式那邊有一個竹席 是說如果你是帶行李箱 下面有輪子的 可以把那個竹席攤開 把行李箱放在那上面 從這些小地方感覺出來很用心 他們整個裝潢的設計 用色都很像攝影棚 漂亮 照明也不斷 那我們吃完晚餐之後呢 還要去看他們福地溫泉這裡 葵威三年的夏祭り 然後再好好的泡湯 結束今天第一天的行程 這個温泉是100%減水的 真的温泉 所以全都沒有用到温泉 那種温泉的温泉 可以喝嗎 對 很厲害 我們現在要去吃晚餐 晚餐的話呢 是在一樓的餐廳 很棒 這個季節的照片 哇 好可愛喔 這是很美味的 剛才我們有問他們stuff 他們說他們這裡的核食 都是以健康為主導 又健康又好吃 對身體又很溫和的食物 然後我設計它分量不會太多 剛好 汁 超好吃 哇這一定超好吃的 哇 怎樣怎樣 超好吃 超好吃 會很溫和的食物 很流行 可以吃到餐廳 但真的很流行 很溫和的 但它們很溫和 很溫和 很深 它們都很溫和 很溫和 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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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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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酸酸鍋是A5等級的火鍋 大家看它的油畫多漂亮 煮一碗 煮 Wonyu 煮 Darwin 煮一碗 超好吃 對不吃過這種口感的 嗎? 開成 algo? 怎么滅不bury 我真的沒有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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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耶 太扯了 吃完晚餐休息一下後 我和文當準備出發去夏日祭典活動 這一次是福地溫泉葵為三年舉辦的夏季傳統祭典 活動會場離溫泉旅館走路只要10分鐘 一路上也會遇到其他在溫泉旅館留宿的觀光客 那活動會表演 鄉土藝能獅子舞Hembeidri和Botan Shishi 這裡的獅子舞也被選為是無形文化財 可以看到真的很幸運 聽說是以前春上天皇來這裡旅遊的時候 看到居民深受蛇害影響 來跳此舞蹈來向800萬神祈願蛇群退散 當天也有對應這由來的表演真的非常有趣 我們剛才看完那個夏日祭典已經回到房間了 現在呢 要去泡個澡來放鬆一下迎接明天 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 早安 早安 我們今天要開始我們第二天的旅程 早上的早餐也超豐富的 我跟文當現在已經到新穿高攬車了 年的itudin 她們的票設計的好可愛喔 拜拜 老aceutical 不要亂啦 台灣人真的沒有別 crowded 現在的溫度只有16度耶 天啊,這個是夏天嗎? 哇,他們這裡的土產都有攬車造型耶 好美喔 這裡就是四樓的展望台 哇,天氣好耶 對 他們這裡的麵包店還有賣一個是Adupus的布丁 好可愛,上面還有攬車的圖案 我跟文章買了一個,來試試看 哇,這裡的麵包也沒有吃到的布丁 有蜂瓶子在裡面 哇,柔軟了 超好吃的 嗯 超濃郁的 超濃郁的布丁 等一下,這個超濃郁的 超濃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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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柔軟的 它吃起來感覺像飲料耶 對,像飲料一樣 對 欸,這個很好吃耶 如果大家來的話,推薦們一定要買 我們來到了下一站 大中乳丼 好像也是這裡很有名的景點 是店人的聖地 我們兩個現在下來吃午餐 這裡有兩家有開 一家是中乳湯 一家是有拉麵 但是我們聞到 感覺已經直接超像他想吃的東西了 這家是中乳丼 超濃郁的 超濃郁的 我們文當的 文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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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爽 推薦 那我們現在吃完午餐 就要去看他們的 大中乳丼 他們這裡的傳單 有繁體中文版 還滿貼心的 那他們櫃檯這裡 目前有顯示 他們中乳丼內的溫度跟濕度 很酷,大家看 他們中乳丼裡面的溫度是比較低的 濕度也比較高 那我們現在正式要進入中乳丼了 哇,現在只有12.4度 寒冷耶 飛駝大中乳丼又被稱為 自然的神秘夢幻世界 由兩億五千萬年的歷史 全長達800公尺 其中石藤類型的中乳石 是非常稀有的 那飛駝大中乳丼的石藤 是全日本的觀光中乳丼 最多的喔 這個部分的中乳石 叫做夢之宮殿 哇,這些竟然是自然形成的 好不可思議喔 那現在要給大家看的這塊呢 是羅馬的遺跡 這裡是這個官方工作人員 跟我說他最推薦的一個點 要我一定要拍給大家看 你太美了吧 而且就是現在我會從這個角度看 那如果說呢 我換一個角度 從這個角度看的話 大家看他其實是到非常非常深處 都看得到的 哇 哇 你看 看 看 哇,漂亮喔 你看 看 像夢的世界 你看看 他們離開中乳丼之後呢 就有這裡是戀人的聖地 因為他們說呢 有非常多人會在這裡求婚 所以這個地方呢 也有被選為是戀人的聖地之一 那這個藍色冰淇淋呢 是以他們中乳丼的形象去設計的 那這個藍色冰淇淋呢 是以他們中乳丼的形象去設計的 那這個藍色冰淇淋呢 是以他們中乳丼的形象去設計的 它這個味道呢 是藍色冰淇淋 它好像加入檸檬汁之後 就會變成不同的顏色 就變成不同的顏色 再混ぜる 啊 蒼紫了 真的 酷 那這面就更加紫了 超級紫了 超級紫了 小乳丼面有趣 也對,在冬天中 在冬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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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我們現在已經到 第二天晚上的住宿 check-in了 第二天晚上的住宿 非常非常的浮誇 那接下來 就要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 首先是 進來之後 就可以看到 洗手台還有廁所 那廁所呢 是免制馬桶 非常的貼心 好 那我們進到客廳 客廳的話呢 是陽室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個空間 非常的寬廣 然後 按摩椅上面 坐著我們的文當 看在我努力拍攝的時候 它在這邊清閒的呢 再給大家看 最後一次客廳 然後 往左轉 左邊呢 是我們的和室 就是我們的榻榻米啦 然後文當 依然在這裡 怎麼又是它 好 不要理它 再給大家看一次 我們和室整體 也是長這樣 然後繼續往前走 是浴室 首先是洗手台 然後是我們的浴缸 文當依然在這裡 我們的浴缸 這是24小時的 超棒 然後接下來是寢室 睡覺的房間 還是它 又是它 那這個房間呢 也是非常的舒服 也是陽式的設計 然後呢 再給大家看一下全貌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入口處啊 然後 喔 又是它 這一層 它房間真的太浮誇了 那這個15號 是我跟文當今天吃晚餐的房間 好甜 好甜 Oh my god 它這個好像是壽司耶 他們這一道料理也做得太精緻了吧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哈哈哈哈 一點點 一點點鹹蛋油 超好吃的 喔 好甜好甜好甜 他們說這次肉是最高級的 是特別為我們準備的 烤肉有分成三種醬 第一種是烹絲 第二種是芥末味噌 它這個吃起來呢 會有一點辣辣的味道 這個黑鹽呢 它說吃起來會有一點點溫泉蛋的味道 真的是不可思議 它吃起來真的是溫泉蛋的味道 吃起來真的是溫泉蛋的味道 吃起來真的是溫泉蛋的味道 哈哈哈哈 讓他吃起來 よいDS 超香 Oh my god 通常用 zuk хоть熟 notice 可是如果在這裡釜 File 它咸的話是挺甘心的 咸後感動時 poly 它雖然是肉 可是吃起來完全沒有復旦 非常非常好吃 剛才文當有說 就是家芥末味道很好吃 我也覺得芥末味道最好吃 肉真的超級好奇 很驚訝 在箱裡切得很難吃嗎? 真的真的 在拍的瞬間都切得很難吃 很棒了 謝謝 這裡也謝謝 有種脫離現代 可以好好享受當下的感覺 努力吧 我剛剛知道了 很高 Fu-chan很厲害 好像打得很酷 打得很酷 對 Fu-chan很棒 很難 但Fu-chan很像初心者也很棒 你也要研究一下嗎? 沒有了 你們幫你一家 或者還會 哇 超級的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房間 已經把浴衣換掉 換上他們飯店的衣服了 現在跟文當要去他們大浴場泡個澡 舒服的結束 今天一天 你什麼做的? 大家如果來日大高山的話呢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這家旅館 真的覺得很讚推薦 跟大家說再見 我們明天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是最後一夜早上 我跟文娜現在要來吃早餐了 ciliation 吃角色 吃角色 可以看到他們全部的樣子 這個東西一定能看到 非常漂亮 這個水 ат Register 風通過很舒服 剛才這裡的負責跟著我們說 2019年外國人有一半以上全部都是台灣人 所以他們這裡的人也非常開心 就擺放向這個地方深受台灣人的喜歡 就希望疫情結束之後大家都可以來這裡玩 他們現場還有工作人員可以幫我們在展望台拍照 那拍完照片呢是要購買的 超級的! 昨天拍了一張照片 很漂亮 但看起來很漂亮 那我們的照片呢 左邊這邊是 冬天有點燈的白川鄉風景 這個超級值得拿來做紀念的 這張照片是在宇都時代的役人的 小偉人的照片 他跟他家比起2倍至3倍大 這張照片的照片是 蒸泡和煮沫、蒸泡和煮沫 煮沫、煮沫、煮沫、煮沫 以前的照片是很厲害的 我沒辦法知道 從房間出來呢 他們這裡還有庭院 你看看上去的鞋子 它是在地上的角度 它是在地上的角度 我看了很多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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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古的粉和人間的尿 混合起來 有化薑的結晶 太厲害了 有這麼多知識 這個最初 濕透過的狀態 然後自然乾燥 變得很強烈 現在是 現在是 木材和釘子 很強烈 但以前是沒有釘子 我們當作建築的 聽這些都覺得很有趣 要學習 他們這裡也可以吃一下小點 所以大家如果累的話 也可以在這裡休息一下 我們點壽司來了 而且它的盤子 還是他們這裡盛產的鮮貝 嗯 很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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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杯子上面 還有手繪的圖案 好可愛 很柔軟 真的好好喝喔 那今天我跟文藩 來這裡吃午餐 安白川鄉這裡呢 截製屯非常非常有名 所以我們今天午餐 就來吃吃看他們這個品牌豬 超棒 哇 哇 做不適合到肉 來湯 炒肉 或者飯公裝用用櫃 三根 在裡面有可怕茹肉 之後是用來的豬肉 跟我湯 好像好吃 啊 好吃 都有藏不滑 豬肉也完蛋 即個有點焦身 可是有焦身後 多了 當室之前一次尾香 assistant 它這個豬肉是比較有彈力的 這一次來是對ebuken 炸開眼界 牛跟豬都好吃 這樣子一口肉再搭配白飯 太完美了 跟蔬菜一起搭著吃會更香甜 而且比較簡膩 厲害 欸嘿嘿 合唱作的家裡三個看到了 這裡也很不錯 我們兩個現在已經回到高山車站了 要跟高山說掰掰了 大家媽掰掰 掰掰 字幕志願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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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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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 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 お祭り気分で行けばいい 今この時が大切だから